杨恩在热血高效中哪些人物仅是依靠着短短的出场便让所有人印象深刻 那么在开学典礼上大放厥词结果却被三人组中的同岛踹飞的亚九金必将占据一席之地 虽然在电影中他的出场极短但是在漫画中他可是一位贯彻整部春道片的存在 在漫画中他不但曾经报打过林兰第一男主方巫春道 而且他还曾经与春道一起参与了灭武装战舌头等等一系列的战斗 在奉献即将入侵林兰成功的时候也是他拼命抵抗才为板东等人争取了时间 亚九金原本是一所普通高中的老大 在毕业后怀揣梦想的他选择入学林兰打算一展拳脚 但是殊不知林兰根本不是他这种人可以生存的 虽然在开学典礼上他意气风发 即使在看到龙骨原质与秦泽多魔雄后 他依然可以保持一颗自信的心 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却让这位传说中的亚九金大哥如坠冰枯 他先是因为在开学典礼上的大放厥词被三人组教训了一番 随后更是因为惹怒了金狼一奇顺被奇异拳打到昏迷 如果说这两件事让他失去了自信变的小心翼翼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他彻底掉入了深渊 而这件事的起因则是因为热血高效中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存在旧伟湘泰 这位旧伟湘泰便是曾经火烧林兰体育场刀逼棱骨原质的那位林兰叛徒 当时的旧伟湘泰乃是林兰二年级的布良 而这位旧伟湘泰可比亚九金更为的自负 他认为只要自己可以打败秦泽便可以统一整个林兰 而在他的忽悠下大九金在内的一群林兰新生严与其一起前往挑战多魔熊 结果在他们刚刚进入多魔熊等人所在的林兰天台后 旧伟湘泰却在还没有露出正脸的情况下便被秦泽扔了出去 随后旧伟湘泰与亚九金等人便决定先统一林兰二年级后再来挑战秦泽 然而当时的二年级可是有着因为更为恐怖的存在 那便是坂东秀然 在坂东当着亚九金等人的面掰断旧伟湘泰的手臂后 亚九金也出于畏惧成为了坂东的手下 即使当一起顺掌上他希望其可以助援之一臂之力的时候 亚九金也因为对坂东的畏惧不敢答应 就这样他在恐惧中度过了自己林兰的第一年 但是到了第二年他的运气却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冷却的话 juste欺 kaf интернет